大家好,我是卉卉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包粽子 往年都是吃妈妈包的粽子 今年夏节新自己来尝试一下包粽子 这里的华人超市只能买到干粽叶 而用新鲜的芦苇叶包粽子更清香软糯 于是便去附近的芦苇荡采了一些新鲜的芦苇叶 当然芦苇叶比较细,包起来会具有挑战性 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我还是去买了一包干粽叶 都说北方人吃甜粽豆粽,南方人吃咸粽肉粽 我准备了两种馅儿 第一种是八宝馅儿,以豆为主 豆类各取40克,加上大枣,总共300克左右 取500克原糯米,米和豆的比喻是5比3 冷水浸泡过夜 第二种是鲜肉馅儿,以肥瘦适中的五花肉为主 300克五花肉粽,加一勺生抽,一勺料酒,一勺蚝油 并加一块腐乳提味,最后加入一勺老抽 当然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调制 将肉和调料揉抓均匀,使其入味 放入冰箱,隐藏腌制3小时左右 取500克的原糯米,水中浸泡2小时 拎干水分后加入一勺生抽,一勺老抽和适量的盐 充分搅拌均匀,放置一旁腌制一个小时 让糯米充分吸收盐的咸味和酱油的鲜味 将新鲜的芦苇叶在热水中煮几分钟并剪去两头 先来挑战三角粽,因为芦苇叶角细 我取了三片芦苇叶,从下方三分之一处将其折起 加入适量酱制过的糯米,一块五花肉 再盖一层糯米,并稍微压压平整 为了防止散漏,在收口之前 我们再加一个粽叶边 左手捏紧上端收口处 右手顺势盖住敏的表面 拇指和食指向下挤压,并捏紧粽子 腾出左手,将棕叶尾部沿着棕叶边折起 一个三角粽就成形了 然后用线沿着收口处将其绑紧即可 当然,这也是在多次练习失败后比较成功的一次 好,再接再厉,再来挑战四角粽 同样取三片芦苇叶,从中间对折 底部四分之一处向上折起 并将中间对折处翻开,成一个角度 同样先放入适量的米 再加一块五花肉,并盖上一层糯米将其压紧 之后可以用和三角粽同样的手法将粽子包起 这种绑粽子的手法是记忆中妈妈常用的 也是我尝试了几种绑法后最好用的一种 看看这个四角粽,自己还挺满意 五个一串打成结,便于煮粽子 用芦苇叶包圆锥粽,比较有难度 就只能用干粽叶来包了 将干粽叶浸泡汆烫,剪去头尾 取一片干粽叶,底部三分之一处卷起 捏住粽叶的根部旋转360度 使其成圆锥状 其余的手法就相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继续来包八宝重 煮时肉粽和八宝粽要分开煮 八宝粽中小火焖煮三个小时 肉粽中小火焖煮两个小时 关火后继续焖放至室温 来打开一个圆锥八宝粽看看 清香 软糯 撒上糖或蘸上蜂蜜吃 都非常的美味 再来开一个四角肉粽 同样黏黏糯糯 清香味十足 好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或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